你找签家字 行了 再见啊 谢谢啊 今天东西真的是很丰盛 谢谢 这个靠东西来有一点味道 有一点棉肠的味道 特别好 来 准备 来 准备 让我们一起回家吃饭 看的是中国好厨子 能不能做到 不是啊 你是实力派的吗 对啊 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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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呀 笑白呀 我的夜里只有你 你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这儿要活 能不演吗 你还可以 我是来砸场子的 小鸭姐已经柔可忍 再见 没有这本事 怎么能当微酷呢 谁跟你说的呀 我是今天的范小二 陈殷权 今天啊 来的这二位啊 这位我认识 精味菜的这个大厨 许大厨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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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见面了 空着手来的 戴着手来的 戴着手来的是吧 没给我带点礼物 这手表不错 见什么 要什么 这边这位啊 这个叔叔呢 有点紧张 但是您别紧张啊 这跟咱家一样 这是我们导演的爸爸 陪爸爸是吧 那这么说 您的儿子就是我们 那个陪导演是吧 对 有小的 有吗 我爸这个人呀 平常不爱说话 但是呢 我还是把他叫来 来回家吃饭 因为我一个人在北京 非常想说话的 排骨粮吃 这也是作为一个 儿子的私心吧 老陪呢 应该说是老家在河北行排 是吧 对 然后呢他一个人算北漂 在北京那打拼 等于只有过年呀过节 回家的时候 才吃得上爸爸做的饭 对 这个许大厨家的是 儿子是闺女 我女儿 女儿多大了 27岁了 27岁了 哎呦 太好了 我29 我女儿结婚了 那得了 这个闲聊的话咱不说了 那陪爸爸呢 今天要给我们展示个什么手艺呢 排骨两吃 排骨两吃 一个清炖 来一个红烧 一个清炖 一个红烧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陪爸爸 给大伙做味道充满父爱的 排骨两吃 行 大伙焯水 排骨这东西啊 咱北方跟南方的区别在哪儿 南方它也有红烧 一般的它先炸一下 咱咱北方呢 是先焯水 把它的这个异味去掉以后 再去炖熟 我看您这是凉水 把排骨就去进去了是吧 凉水焯它不容易去腥 陪爸爸生活经验哈 很好 哟 都有沫了 这怎么办呢 拿个小勺 我去炒一下什么 我去 您给拿一小宝 我拿一小勺 许大伙您看发现这个 裴叔叔长得有点像一个明星了吗 刘能 刘能老师 其实我还有点像 像这个宋小宝 你怎么上镇来的 不可家呆着 你给儿子做啥饭呢 人家不吃 这么多心呢 我跑这儿来给他做 跑这儿来给他做 像这个沫都得打掉是吧 对 而且必须打干净了 打干净了 打干净了 它这汤才好 这就好了 然后要上高腰锅要炖了 你给我拿个漏勺 拿个漏勺行 行 把这些都捞出来了 看着就很嫩啊 一看那排骨就没说那水煮老了 好 再加点热水 加点热水是吧 好 那就是热水 先拿这高压锅压得压多长时间 八分钟都熟了 这排骨八分钟没问题 好 放点料酒 这添的料最关键啊 您想一下 放点料酒 好 大料 香叶 你看一看就老下厨 好厚 咱们看一下这个刀工 呦 特别的顺手 可见那在家里哈 这一看就经常下厨房 再葱 你看 切的也很规范 真是清炖哈 清炖 像这么一大锅排骨 放上三勺盐 就成了 得 好了 已经啊开始放气了 这高压锅 可以 好 哎呦 你看看 这就已经做好了 是吧 拿那个汤盆 汤盆盆勺 拿这样拿小的 您给我盛一碗 我先喝喝 先把那油撇开是吧 对 要不要太油 是吧 咱们都没放油啊 那自身的油油啊 排骨自己的油是吧 我尝尝啊 老徐你喝点 好 尝尝啊 你看那裴叔叔特别热情 老徐你喝一口 你是不是撒的那个小香葱 我来喝尝尝啊 牛能呢 我咋没看出来 那那那 你怎么那么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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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理我 好好好 清炖完了之后 您这紧接着炒锅是要怎么着 红烧 红烧啊 行 来喽 接下来的陪爸爸排骨两吃 至红烧排骨正式开始 您这不是应该把那个清炖的盛出一份来 流出的那一份来 这陪爸爸盛来就是什么 好 当盆 估计在家肯定是这个陪阿姨给打下手 什么都不着急 他就直接捞出那杆子嘛 这个蓄就行了 对 这是清的那份 对 这是我的 然后我放油 这个得宽一点还是窄一点 这油 不用很多 厨师界的这个蜜语 放冰糖 油宽就是多 窄一边少 放冰糖 刚放进油 紧接着放了冰糖 这什么目的您是 炒糖色 炒糖色 对对对 你看这糖呢此时此刻 已经在这油锅里边融化了 裴叔叔特别的稳当 他一起磨的可以放醋 放醋 冬抽 老抽 老抽 少来点 老排骨 老排骨 这种辣 还得排骨 炙熟的 炙熟也熟 对对对 挂卧蜂 哦 明白这意思了 挂蜂蜂 够了 但是看着你馋的 这个我这儿有点按捺不住了 要品尝的感觉 像这个过程是干嘛 烧闷一下 烧闷一下 就它露入串 露入味 哦 哎 好了 好了 给您 在家您不这么摆吧 在家里直接装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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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呢主要是不怎么摆 嗯 直接一锅端 家里就这么一倒 一倒 乱顿 是吧 这已经比在咱家那倒出来那个漂亮多了 是吧 底下是绿的 这个我们行业叫自然堆 自然堆 自然的一放 好的 两道菜 精美的排骨两吃做好了 一个清炖一个红烧 太太乐挑一品 喊您回家吃饭 同时太太乐挑一品 还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就能够了解到 充满父爱的这排骨两吃啊 究竟是怎么做的 用凉水放锅 放生露 焯水 老抽 放花椒大量 香叶 漏蔻 姜 放在钢压锅 压八分钟 出锅以后 放在汤盘里撒在香葱 放油少许 在冰糖起泡沫时候 再放入醋 生抽炒至日下三分钟 入味抵抗 行 咱们准备 品尝 咋呀 今天更好吃 超水平发灰 超水平发灰 那咱开始品尝 我来一个小块呢 是不是有点咸了 不咸 非常好 非常好 颜色也非常好 别说小培了 就这排骨两吃这么好吃 我都想当这儿子 哈哈 小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父亲就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 什么都会 什么都懂 但是我参加工作以后 我发现我爸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 放松一点 放松 别紧张 身为大小的 只有那个 有点腼腆 没有紧张 我还是大小的 手都不紧张 我爸是第一次上电视 以前没上过的节目 工作很久以后 天天吃盒饭 我就特别想吃我爸的台骨两吃 我就给我爸打电话问他 怎么送 他告诉我之后 我自己尝试坐了一下 我吃的时候特别想家 那一刻我觉得 作为我爸的儿子 我非常的幸福 今天这个许大厨 咱们这儿聊了半天 天天还给咱打着下手 看看大厨的 看大厨的是吧 你要给我们展示一些什么 比较古老的一道菜就是让豆腐 行 接下来我们请许大厨给大伙来这个 叫做让豆腐 咱们先做油 把豆腐炸了 炸的东西要多 油多一点 炸的功夫呢 咱们先把这个肉馅调出来 你给我那个碗 这碗 把咱们这个姜葱倒里 搁点盐 搁点鸡精 搁咱们老百姓家里的叫什么呢 叫拌馅 对 拌馅 拌个馅 搁点酱油 加油 或者加一点水 加水的目的 让它口感更嫩一些 明白 您需要陪叔叔做什么 您可别客气 好 我给你打下手 打下手 让它上劲 它也得上劲 对 上劲以后 它这个水充分的跟着肉 融在一起了 嗯 上劲这样 加一个鸡蛋气 看到 因为一个鸡蛋割不了 我看看您这个鸡蛋壳 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 看看咱们许大厨 磕开呀 别磕破 拿这手这么抠 抠出一口来 正好蛋清自然流出 这蛋黄呢 因为啊 稠度比蛋清大 正好留在里头 高正 还有一个小环节 小环节 这个鸡蛋啊 它是一头细 一头粗 一定要磕细的 小头 小头 这蛋清在里面 一颗就出来了 明白了 为什么人家要多吃点豆腐 豆腐可以代替牛奶 对 而且豆腐这个食材呢 对心血管人非常有好处 闺女爱吃您做这张豆腐吗 非常爱吃 而且我做这道菜呢 老少适宜 没有刺 很软 对 尤其是这女孩啊 女孩呢樱桃小口 你说大口大口吃排骨吃肉啊 想着女孩不那什么 怎么办呢 吃点豆腐拿过来 加一点马蹄 增加它的口感 而且马蹄它的营养价值呢 体现它的鳞 对咱们的牙齿骨骼最有好处 好 斜着的刀 大一点片 切的厚一点 切厚一点 哦 这就可以炸了 对 我瞧这点 炸豆腐 炸豆腐油温高一些 要宽 量要大 对 炸出来才漂亮 对对对 你像咱们今天这是妇女妇子的 这一种 妇爱的专场 专场 当初我做这菜的时候 我女儿特别爱吃这个 当第二次我做 她就可我在边上 就说放这放那的 一些程序她都记住了 就记性特别巧哈 对对对对 为什么 因为她爱吃 而且女儿愿意跟父亲分享啊 在做菜过程当中那种欢乐 你要像我如果有女儿 在厨房间 哎呦 爸爸赶紧手手手 手流血了 哎呦 爸爸快来人 好 咱这豆泡 豆腐行了 炸好了 炸出来 看着就香 瞧瞧瞧 漂亮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 倒的过程当中 你能明显地感觉到 这豆腐这外皮啊 是很脆的 很脆 咱们给它劈开 劈开以后 把这馅加上 这么薄的豆腐劈开 好劈 咱们刚开始切的时候 所以说一定要切厚一点 你看啊 这个许大厨 要这么薄的 炸完的豆腐片里 再让上那个馅 大家可见这个水平了 这是最关键的了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看那馅 割多少量呢 割一个饺子 馅的量就够了 一个饺子馅的量 加上它 嗯 就OK了 会 这叫什么 荤素都有了 加好了 你看看一个个的 是不是看电视 此时此刻 大家都流口水啊 美好的一天 从回家吃饭开始 回盘里 跟里面上锅蒸 我给您找一蒸锅 对 您给我找一蒸锅 好 咱们现在倒点水 一般这豆腐咱们蒸上 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可以了 盖上锅 我用这火爆一锅 这爆锅就是咱们尝试呛一锅 对 使刚才那油 对 不浪费 这会儿多块点油没有关系 完了呢 再给倒回去 主要是咱把这香料 这料 这个葱姜 给它爆香以后 借着它的味儿 一定割一些大料 因为有豆腐有肉 已经把这大料炸得给它 涨起来了 上色了 它这香味才出得来 涨起来上色 这个葱姜编成牙黄色 牙黄色 要上色了 而且还不糊 要不糊 这会儿呢 它的香味基本就发挥出来 这料盐香了 把油倒掉 把油倒掉 就要这葱姜跟大料 加一些料酒 加点料酒 把料酒完以后加开水 来 加些鸡精 水 三克盐就够了 这条路完全 都是很简单 很简单 吃一个本味嘛 吃它的本味 锅也开了 锅也开了 咱们把咱们要生的东西 给它放进去 好 20分钟 20分钟以后 就可以用餐了 好饭不怕完 20分钟这么一等 咱这个 差不多 让豆腐 终于就可以起锅了 差不多 咱们起锅以前呢 它有一点配料 咱们先加工一下 好 一两分钟就好 好 都要开水 我还得做点开水 还得做点开水 做豆苗 豆苗需要处理吗 您是要切 烫一下 烫一下就可以了 烫一下 烫绿色时 这个菜的东西 加一点油 让它更加鲜艳一些 更加鲜艳一些 加鲜艳 油都是为了让它漂亮 对 咱们把它下去 稍微一烫 这个东西很容易成熟 一焯就得 变色就得 咱们给它露出来 这等会儿是往这个豆腐上倒啊 不是 它搭在上面也可以了 新豆苗 这它都没那个豆腥味 没有 您豆腥味 对 烫完以后没有豆腥味 它也熟了 它也熟了 我在家最喜欢最多的 就是凉拌菜 凉拌菜 剩我菜就喜欢凉拌 可以开始装盘了 拿了个旗子来是不是 好 能拿起的最好 这不是豆腐 好的 正好 好的 您给勾出来 没事啊 好的 起 咱们换一盘 换一盘 再加点 你加点 好 让出来以后的豆腐啊 又恢复了这豆腐的本色 这白 跟这个肉虾 这个像金圆宝 完美的融合在一块 完了 把咱们这个呢 搭上一些 豆苗 豆苗 又漂亮 对 而且增加营养 色深味 把这圆汤 圆汤还得倒回去 倒回去 这么一道 由许大厨亲自为大家示范制作的 让豆腐已经出锅了 朋友们 太太乐挑一品 喊您回家吃饭 同时太太乐挑一品还邀请您 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就能够了解到 这让豆腐究竟是怎么做的 这个让豆腐啊 是很简单的一个厨艺当中的一个技法 后馅和好是关键 馅和好有豆腐 炸的时候一定要炸厚一点 炸金黄色 酥汤很简单 煸香以后 把油不要倒出去 调出一个咸鲜味儿的 就OK了 倒在里面 蘑菇豆腐食材 就再蒸20分钟 OK了 加一些豆苗 烫一下以后呢 围在这个四周 我今儿包馄饨 醋油拌面 你们上海的 来吧 班公面前撒大刀 撒一个 咸我能闻出来 你这是什么特异工 先天就有的 把这个对上捏上去就好了 让它去炸 一直变颜色 哦 这个时候的葱油 它就把清香融进去了 哦 我确实低估你了 我应该搬一个旧冰果来 噔噔噔噔 来了来了 一定要灭掉它的葱油拌面 这我走吧 这架子太吓人了 做成啥样就啥样 油少了不好 这个是醋 一看就是醋 要冰糖要减白糖 这样它会上色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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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吃 让我们一起回家吃饭 各位看的是中国好厨子 能不能做到 多死啊 多得 多得 你是实力派的吗 对呀就是 就是 你可呀 小白呀 我的眼里只有你 你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这儿要火 能不演吗 你还可以 我是来砸场住的 小鸭姐一定任无可忍 你再见 没有这本事怎么能当威后呢 谁跟你说的呀 我去打发 准备吃饭 你先来 我先来呀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好的好的 你不客气了啊 我要尝一尝 你也来 你也来 我又尝了 小玩儿 我再尝尝 尝尝 喝 唏 好吃 小K来了 我在下面流口水流了半天了 馋了是吧 对 看出来你馋了 我先尝尝我爸的 就这么就吃 没吃空中手来的 真是 带着嘴和手来的 是吧 说说还得浇 孩子还得浇 怎么样 快跟他急 我吃急了 我再尝一下 再尝一下 许大厨的这个让豆腐 让豆腐 看看小肥 看着味道感到现在 因为这里都踢了他的斧子斧女去了 好 那今天呢 咱们就这样 好吧 再次谢谢陪爸爸 谢谢许大厨